亚运征途参赛名单公布 WB全员将代表中国队参赛 比赛结果将会影响亚运会的种子队跟分组情况 胜负关系还挺重要 花海迎来好消息 葛明尼教练给出了合理猜测 就在6月12日亚运征途参赛名单公布 迅速就冲上了热搜 然后不明真相的观众还以为WB全员被选中 直接放弃了KPL夏季赛 实际上这只是先前队 并且没有队外进行售票 意味着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比赛过程 而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亚运会的种子队跟分组情况 很明显这场比赛胜负还挺关键 所以奶茶教练才会选择派出WB全队 那为什么不派狼队呢 自然是因为狼队并非所有成员参加集训 WB春季赛的成绩仅次于狼队 全员又都参加了集训 他们的阵容自然最适合当先前队 至于谁入选了亚运会正赛的名单 目前网上的消息都是猜测 对此葛明尼教练也是得出一个合理的猜测 他觉得Instar花海大概率已经入选 这才想要培养新打野紫金 让他接手夏季赛的重点 花海不上了吗 今天应该可能花海不会上 因为说实话 花海应该是 也是就是让紫金这边去多磨合一下 多磨合一下 因为我觉得可能啊 可能啊我不知道啊 可能啊 可能那个夏季赛首发会是紫金 可能 所以大家 因为他们这一看这样练这样的磨合 因为14号就要打比赛了 可能会是紫金 因为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这样练 可能啊我不知道 你懂什么懂啊 你别懂啊 你们别懂啊 你们这样躲得我很害怕 你别懂啊 我不知道啊 不然的话 咱们只是稍微 稍微看一看吧 想一想吧 对啊 人家练一练 磨合一下 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练一练子金也很正常 总的来说 WB全队能被选中成为先遣队 也是一种荣誉 并且他们大概率能夺冠 只能说 WB的运气还真不错 至于亚运会正赛的名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Fly 花海 九尾 宜墨 阿豆 这个预测名单最靠谱 因为猫神已经在带AG新阵容 感觉他有可能是落选 然后 TT金盲拍下 翻翻一直在跟逊 所以这个预测名单可信度挺高 大家觉得呢